由玩家自己全权控制角色一切成长的著名RPG 《Fable》 他的第三集出之推出 今集游戏里面主角还可以做国王天王 马上带大家看一看 故事的舞台亚裔比恩王国将会经历工业革命 而玩家就扮演着皇室的成员 他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残暴的皇兄 从而夺取政权统治自己的帝国 《Fable》系列的一大特色就是跟NPC进行互动 而因为今集游戏里面 玩家将会成为国王 所以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影响周围的一切事物 所以要做一个正义的英雄 还是一个邪恶的霸主就由玩家自己去决定 在玩家成为了国王之后 就可以把工作位派给部下去执行 所以部下就变得非常之重要 为了令部下效忠自己 有时候甚至要使一些小手段 今集游戏系统就撞出了改良 无论是主线任务和支线任务 都非常之丰富的 加上他的游戏系统就自由自在 还有今集最重要的就是有中文字幕 所以令到玩家找得特别投入 所以我会给这个游戏百分的